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明镜新闻台的明镜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习近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最新挑战 根据史丹佛大学国际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吴国光的分析 习近平在他第一个十年成功的集权 却在第二个十年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 导致其施政路线变得模糊不清 习近平的反市场和反全球化政策使中国经济持续下滑 激起了社会的不满 此外吴国光指出 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和提拔亲戚的做法 让官员之间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 治理问题也随之加剧 面对种种挑战 习近平并未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而是继续沿用旧有的做法 这可能会使他在第三个任期时 不得不提前考虑权力的继承问题 更重要的是 如果习近平的健康状况不佳 这个权力交接的时辰可能会提前五年 这一切都为习近平未来的统治买下了隐患 甚至连他的亲戚也未能幸免于难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吴国光习第三任遭遇中盘厮杀 恐提前交接权力 中国经济严重停滞 郭祖林森底建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因此在其第三任期遭遇了严峻的政治挑战 习近平的第三任期遭遇中盘厮杀 恐怕将提前权力交接 央广报道 14日由台湾国策研究院与台湾大陆委员会共同主办的 习近平主政下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开始 国际研讨会上 史丹佛大学国际研究所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吴国光详细阐述了这些情况 根据他的观察 习近平在第一个十年迅速集权 然而进入第二个十年后 他所面临的市政阻力却意外增大 这让他的市政路线变得模糊不轻 吴国光认为 习近平在第一个十年在第一个十年间的主要策略 是反市场、反民企和反全球化 然而这些政策的推行却使中国经济持续下滑 进而引发了社会普遍的不满 吴国光指出 这种经济政策的逆向效果 成为习近平在第三任期遭遇阻力的重要原因 这些政策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 此外 习近平推行了反腐败运动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腐败分子 但因提拔清晰的做法 使得干部之间出现了拉帮结派的现象 官员普遍出现躺平状态 这种现象 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治理效率 让官员的安全感和积极性大幅下降 从而扩大了治理问题 吴国光还指出 面对这些挑战 习近平并未提出新的应对方案 而是延续前十年所用的策略 包括清洗官员和加速提拔年轻弹簿 虽然此举可以在短期内维持其对党内的威慑力 但长期来看 却加剧了下属判系之间的权力斗争 这一系列的政治动作 让习近平在其第二个十年的中盘 遭遇了危机数 于所称的中盘厮杀 吴国光的分析显示 习近平在第三个十年可能会重点安排权力继承计划 这是对其健康状况可能不佳的考量所致 如果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加剧 这个权力继承计划 很可能在下一个五年内就会提上日程 他强调 习近平现在遇到了一个严酷的中盘厮杀 那么第三个十年 很可能就会重点安排他的权力继承 此外 据吴国光的观察 甚至连习近平夫人彭丽苑的亲信 也成为了权力清洗的对象 这显示出在当前政治环境下 即便是与最高领导人有密切关联的人士 也不能幸免于派系斗争的影响 这种情况下 未来的权力交接或许将面临更复杂的局面 为习近平的权力过度埋下了隐患 吴国光的观点引发了广泛关注 许多观察家认为 中国的政治局势正进入一个关键的过渡期 而习近平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将对中国的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二年前精准预言中国困境 而习近平如今遭遇到的经济困境 其实部分经济学者早已有所预言 自由财经引述香港作家冯熙 前15日在脸书发表的文章 内容提到2024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图其一美国经济学家艾塞莫鲁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森 他们过去的著作精准预言了中国经济发展 其理论如今得到印证 没有民主的国家即使风光一时 最后还是要吃草 冯熙前指出 阅读艾塞莫鲁与罗宾森在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艺术 可以发现这两位学者考察多国历史仔细把数分析 潮试解释是什么因素导致国家之间贫富悬殊 艾塞莫鲁与罗宾森认为 相比气候地理和文化等因素 政治和经济制度才是决定一个国家是负是贫的关键 制度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是有利于繁荣昌盛的广大型制度 指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利多元分配 不会集中与少数人手数人手上 法律和秩序得以确立之余 市场也有一套公平机制 保障私有产权不受侵害 广泛群众也有机会共享经济成果 与之相反的榨取型制度 指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皆被少数人垄断 私人产权难或保障 民间不愿储蓄 变媒动力生产投资及创新 导致经济发展难以持续 冯熙前表示 毫无疑问 中国政治走的是榨取型路线 国家为什么为失败问世那年 习近平刚刚上台 二位诺奖得主以神经妙算指出 中国依赖引进卖国技术 和出口低端产品的经济增长 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然而中国的增长也可能会结束 中国经济前情在二位作者眼中 简言之就是 一刹那光辉不代表永恒 他们估计 中共及中国经济精英 将在未来几十年 老老抓住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 历史和他们的理论表明 具有创造性破坏 和真正创新的增长不会到来 而中国药木的增长率 亦将慢慢化为乌有 如今一二年过去 中国经济发展 果然像爱塞莫鲁与罗宾森 预言般逐渐清理 习近平清都军围台军演 隔天考察福建 10月14日的清晨5点02分 当大部分台湾人还在梦想中 救助周公的小生意时 解放军东部战区却在微博上 悄然铺开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领和利剑 2024B跨军种联合军演 这次军演不仅是对台湾进行的 第四次环台演习 更是创下了单日出动 125架各式军机的新纪录 台湾国防部向监管大场面 当天傍晚10分出来 开了个临时记者会 副部长系日升 像是点在班列举的 侦测到的解放军动向 125架次军机 90次进入台湾应变区 17艘海军作战舰艇 还有一些海警和公务船 这架势简直是 海陆空夹杀的节奏 虽然解放军军演的区域 紧挨住台湾的 12海里领海范围 但台湾军方表示 解放军并没有越过 24海里的领阶区 似乎是给台湾留了一点余地 而在这场高调的军事秀备后 台湾却似乎像的被吓大的孩子 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情慌失措 台湾的证券市场 依旧运转正常 基准估值 甚至悄悄地往上蹿 机场和港口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作为这场大戏的导演 习近平显然不打算 让他仅仅停留在军事威慑的层面上 就在军演后的一天 他毫不避讳地出现在 福建省张州市的东山县 或许是在炫耀一种 我还在你背后看住你的姿态 又或许是为了分散 人们对国内经济困境的关注 无论如何 习近平此次福建之行 像是为联合力舰2024B演习的帷幕 拉上了一个华丽的尾声 然而即便拥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 中共的火箭炮 却没有指向如期望中的经济问题 而是对准了台北 网瓦街日报的报道指出 这场火箭炮展示 是北京对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发出的温馨提示 习近平似乎对台独问题失去了耐心 中国一边试图重振经济信心 一边用军事威慑来转移内外的焦虑 中国最新一轮军事威慑表明 台海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 而这可能不利于上述重艰辛的努力 并继续令本就对中国疲软经济忧忡忡的 全球投资者和跨国公司外而却步 这些天全球企业董事会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是 中国是否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以分散中国公众对国内经济恳劲的关注 如果是这样 他们担心美国和一些盟友可能也会卷入于中国的冲突 无论他们得出什么结论 全球许多首席执行官考虑在华业务时 都不得不将这种可能性纳入考量系 至少一些分析师认为 收复台湾的打算也可以解释 中国政府在复制经济方面为何采取保守做法 尽管政府最近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似乎算不上采取大规模刺激来拯救经济增长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确保中国不会过于偏离 通过建立全链产业链来强化经济的现有计划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 习近平15号一反常态 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2024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 他表示中国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 这不仅将造福两国也将汇集到世界 同时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出席晚宴 他强调中美关系要稳下去 需要展现把握大势的元件 全球化的今天 中美更需要秉持激励天下的大格局 摒弃狭隘短视的小散盘 认清中美谁也离不开谁 谁也改变不了谁 谁也达到不了谁 探索走出互相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工业核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14号表示 工刑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在第四季菜 推出一批促消费 扩内需的具体举措 帮扶伏企业来拓展市场 释放活力 但是在发改委跟财政部举行记者发布会后 但是都没有端出具体措施之后 外界担心这恐怕只是中国政府另外一次的扬来了 根据中国官媒央视网报道 王江平14号上午在国新办记者会做了上述的表示 中国国家统计局13号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年增0.4% 月减0.2个百分点 低于市场预期的0.6% 9月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年减2.8% 降幅比上个月扩大一个百分点 创下了半年来的新低 数据显示中国内需不足 通缩压力持续升高当中 北京发债化债被批开错药 财政大招孔城催命符 在全球经济动荡的背景下 中国政府罕见地承认经济面临挑战 并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重振增长势头 10月12日 中国财政部长蓝福安在新闻发布会上 公布了一系列财政调节措施 包括扩大发债 补充银行资本 稳定房地产市场和保障民生 这一系列措施不仅意在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还旨在通过增加投资和消费需求来刺激经济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蓝福安在发布会上详细说明了今年的财政调整策略 财政市自上限被设定为4.06万亿人民币 较去年增加了1800亿 而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的上限则为3.9万亿人民币 增加了1000亿 这些增加的额度将用于支援地方政府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财政部计划发行1万亿人民币的超长期特别国债 以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提升其放贷能力 从而支援实体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政府也在采取措施以稳定房地产市场减税 以及增加养老和教育方面的支出 这些政策的宣布立即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评论 社交媒体上一些网民对政府的举措持怀疑态度 质疑这些政策是否能真正起到错用 然而国际媒体普遍认为 这些措施表明了中国政府不让经济进一步恶化的决心 路透社指出 尽管意图明确但缺乏具体细节 可能让投资者继续持观望态度 尽管如此 中国的领导人似乎对实现今年约5%的增长目标充满信息 法新社报导 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特别债券的发行将增加银行可用资本 并领许地方政府介入更多资金 这些措施与近期的降息以及银行流动性注入政策一起 旨在重振疲软的中国经济 然而分析人士对这些财政刺激措施表示谨慎欢迎 强调需要更多细节和具体资料来全面评估其效果 穆迪分析经济学家林施顺在发布会后评问声 虽然政府措施的宣布令人惊讶 但缺乏具体的数字 他指出政府似乎仍在研究财政刺激措施的细节 并警告说在中国细节往往决定政策的成败 他建议投资者在政策方向明确之前保持谨慎 对双基金管理公司精准资产管理的一位分析师表示 新政策朝著正确的方向发展 尽管没有明确表示将提高财政试字 但认为中国财长的言论暗示了这一可能性 这变化将是北京财政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变 有助于刺激国内需求并缓解通货减缩压力 然而该分析师也强调 新政策的经济影响将取决于其规模和构成 而这些细节尚未公布 本次新闻发布会的一个核心议题是 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美国之音援引分析员是认为 这场发布会的关键词就是赤字 举债空间和化债 中国财政部考虑的并不是经济景气的刺激对策 而是如何应对金融风险和经济崩盘的挑战 而财政部的所谓大招 不过是发债化债问危险 至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及病根就顾不上了 为了稳住股市 官方媒体数日前暗示财政部12日将退出新的大招 不将再拿出数万亿元人民币来提振经济 结果财政并没有公布任何大规模刺激方案的具体措施 却在记者会上留下了扩大举债的暗示 中国网民失望之余纷纷发帖讽刺财政部画大饼忽悠投资人 社交媒体微博上 有网民在相关消息下留言评论到 财政部和发改委一模一样的 说了又没有说 望远世界绝对遥遥领先 另一位网民则调侃说 下周五估计可以抄体了 至于为什么是周五呢 因为连跌五天 FG习近平就经济工具 但他认为这样就够了 不过澳新银行高级中国策略师 邢兆鹏强调 这表明中国政府在努力降低地方政府的风险 他预计未来将有新的国债和地方证额度公布 以及可能达到十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务置换计划 这些措施将有助于缓解当前经济中的消费低迷 和高青年失业率等不利因素 路透社指出 中国财政部的这些措施是投资者 长期以来希望政府采取的行动 旨在解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失去增长动力 房地产市场急剧下滑 以及通货紧缩压力加剧的问题 然而投资者仍在等待更明确的政策路线图 预计将在未来几周的全国元大会议上获得批准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 中国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可能不会立即重振市场信心 因为他们反映了习近平政府不愿过度刺激经济的长期战略 习近平的目标是稳定增长和避免通货紧缩 而非过度依赖房地产和股市泡沫 尽管政府有能力使用多种政策工具 但习近平的长期政策方向依旧未变 他希望将资源从房地产行业转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以此为中国的未来繁荣奠定基础 然而金融时报指出 对与金融投资者而言这种策略并不友好 因为它可能导致供应持续超过需求 带来通货紧缩压力 侵蚀企业利润 即便是受倾卖的高科技行业 也因竞争激烈而利润微薄 然而习近平政府并没有放弃这一愿景 而是接受了策略上的调整 美国华尔街日报则指出 财政部在新闻发布会上 缺乏细节的财政四级计划 使得中国股市投资者 仍需等待更明确的政策方向 总之 中国在未来几个月 可能会看到经济和金融回报的改善 但从长远来看 其战略目标依旧是技术创新和自给自足 而非简单的经济增长和利润提升 这一点可以从数据当中看出 中国商会组织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日前发表 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棒单 及调研分析报告显示 制造业企业数量占500强比率达66.4% 占比连续三年提升 中央社综合人民网等中国媒体报导 中国全国工商联12日发布 202400企业500强棒单 共有9642加 2023年营业收入5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参加 营业收入前500位的企业为 2024中国大陆民营企业500强 其中京东集团一亿 8万亿元营收规模 连续三年位列民营企业500强棒手 哈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 恒利集团有限公司 分立集团有限公司 报告显 2023年民营企业500强营收总额41.91万亿元 年增5.22%资产总额49.85万亿元 年增7.64% 税后净利润为一 69万亿元年增2.97% 根据报告在研发投入方面 明明企业500强实际填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1 5万亿元 研发人员总数102.38万人 平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66% 尽管习近平希望国家经济专注于 电动车、绿色科技等新制生产力的发展 但低端制造业长期以来 不仅是中国爆炸性成长的支柱 也是最大的就业来源之一 如今因西方买家的订单疲软 外国市场的贸易限制 以及东南亚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 这些业者皆苦生求衰 自由财经报道 中国是服饰最大出口国 以及玩具家具主要生产者 汇坊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范立明说 论到劳动密集产品 中国人士巨无霸 然而低成本对手的竞争家具 这些产业全都苦苦挣扎 金融时报报道 根据美国银行全球研究报告 去年前8月 服饰鞋类与家具占中国整体出口酒 该数据从2001年的20下降 反观汽车与机械占比则从16剧增至33 该报告也显示近几年 中国在全球鞋类服装销售的占比下滑 其在奈及爱迪达等品牌的整体公民占比 从2017年的20-27 降至2022年的16-20 当众名声底线 当中许多产能转移至东南亚国家 尤其是印尼与越南 越南如今是第二大出口国 相关占比从二上升至十 堪称最大受惠国 另外 根据2023世界鞋类年间 尽管中国仍是全球最大供应国 然而过去10年 中国在全球鞋类出口的占比 已下滑于10个百分点 报道说 产线的转移反应企业寻找成本较低的劳动力 然而在地缘政治升温之际 此举更是为全球供应链的去风险 范立明表示 任何劳动密集产业进一步撤离中国 恐导致就业流失 而这是中国决策者起欲避免的事 他说 中国大量的制造业仍是中低技术 因此需要留住这些劳动密集产品产线 新股民痛斥人造牛市 祸国殃林 桥水打理欧中国镇脱离资本主义 在这个原本应该充满欢乐的十一场价尾声 中国的股市却给所有新股民送上了一份惊喜礼物 一场猝不及防的股市暴跌 周冲林声底线 这次风暴 让那些在假期期间欢天洗地开户的300万新股民 顿时从天堂跌入地狱 感觉就像一张精心设计的韭菜收割机票 自由财经报导中 许多新股民的声音 彷彷是从股市的深渊中传来的悲鸣 直指这次股市疯狂的原因是官方的人造牛市 直言不讳地批评这场后国殃民的闹剧 在9月24日 北京政府寄出了超预期的刺激措施 这个举动宛如给股市注入了一记强心症 让股市一时间疯涨到无法无天 媒体股吹注牛市来临 无数新股民满怀期待的扎进股市 唐佛捡钱一样容易 可是当股市在十一长假后重新开盘 这些满怀期待的新股民立即被套牢 宛如被张无息的大忙捕获 无处可逃 10月8日新股民傻傻地得住 因为那一天新开户的投资者还不能交易 只能眼睁睁看住自己即将走进的市场起风了 到了10月9日 二股三大股值如约崩溃 超股千只个股下跌 跌幅超过9%的竟然有3000多只 股市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 让投资者见识到了什么叫做过山车 河南博主辉哥小迷地的故事就像是一场生动的股市灾难片 他在进场两天内就亏损80万元人民币 忍不住惊呼自己再也无法回本了 这样的故事在新股民中不胜枚举 宛如一场集体的金融悲剧 让人不禁发问 这究竟是谁在背后操盘 让这些投资者成为了风暴中的牺牲匹 当然这场股市风暴并不是毫无预警的 老股民们曾经苦口婆心地提醒过 但在疯狂的市场面前 这些忠告如同而变发 券商一通鼓吹 让无数新股民在国庆期间蜂拥而至 开户入市 福建的博主蔡先生不禁感慨 中国的牛市似乎总是重复上演一样的悲剧 2007年套牢了80后 2015年套牢了90后 而2024年的这场风暴 则是95后的宿命 在这样的背景下 达里欧这位长期看好中国市场的 桥水基金创始人 忍不住发出了警告 他指出中国正在试图脱离资本主义 这让投资变得异常棘手 他提到 北京当局的结构性电话 可能会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虽然中国政府口口声声说 要采取一系列的刺激措施 来重振经济 但这次的股市暴跌 似乎正好印证了一个事实 美丽的承诺和实际的行动之间 总是差了一个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总之 这场股市风暴揭示了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 也让那些怀抱梦想的新股民们 面对驻残酷的现实 无论是达里欧的警告 还是财政部的大招 都无法改变这场风暴带来的冲击 网信办整治网络用语 韭菜躺平可能被禁 中国在推新一轮网络管制 连用字也要管 中央网信办 教育部重点整治网络用语 要求用文明正统次 但未交代具体措施 有中国网络专家分析 网络用语日新月异 官方怕听不懂控制不住 索性统一网语指讲官 最差的情况是 自媒体都变成官媒 为指出一些日常用字 如韭菜躺平等 官方要禁也禁不了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当今网络潮语 对于老一辈或都有代沟 当下的中国领名后 最喜欢用这些词 XSYB 等于笑死我了 YYDS 等于永远的神 BLX 等于玻璃心 零零后 社交黑化 他们的造词方式 包括汉字 拼音 粤语 英语 和日语缩写 高难度的拼音和英文字母 混搭缩写等 不过 这类潮语未来或被消失 中央网信办 教育部11日 共同印发通知 按照2024年 清廊网络管控计划 部署开展 清廊规范网络语言文字 使用专项行动 重点整治网络用语 当中针对部分网站平台 在热搜榜单 首页首评 发现精选等重点环节 呈现了语言文字不规范 不文明现象 重点整治歪曲 因形意 编造网络黑化烂梗 滥用影会表达等突出问题 加强网上要用文明用语用字 神称要素造有利于 为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网络环境和育人生态 现身处美国的 中国前行浪微博 审查员刘立鹏分析指 这次新一轮管控 并非单纯过滤敏感字 而是更复杂了一种意识形态 一种述说的操作 比方说 现在中国的恶性治安案件 无差别报复社会的案件 网民把它变成一种黑化 说是这是线中事件 张线中的线变成动词 这就是黑化它 显示事态很严重 把这些黑化都屏蔽掉以后 就可能只能去用官方的叙事 用官方的定义去说 所以它确实是一种耳言论管控 刘立鹏又指 黑化因命特定时期的流行事物 某年代社交圈等 由民众自发创作 以避开官方或圈外审查和管控 亦增强圈子共鸣资讯流通等 他不排除因为当下的潮雨 日新月异五花百门 官方欲怕听不懂 影响中共对意识形态和思想控制 刘立鹏说 中共想要达到的效果其实很简单 其实就是规范这些在平台首页推送 淘出来上台面的东西 要求跟几乎跟官媒一样 中共是给媒体平台施压的 像抖音微博这样的平台去实践 公布措施内容不细致 那不才好吗 那不才方便 他们自我审查 其实还是把这个很大的执法空间 都是留给平台自己去猜 刘立鹏以其经验补充说 即使这次官方称行动针对网络平台首页 推荐内容头部账号 但其实带来上行下效的自我审查 他一相信微博抖音等平台有一定用字清单 形容他们自我审查能力很专业的很强大 必详尽方式达到官方政治目的 不过部分日常用字官方想进都进不了 刘立鹏说 就比方习近平的臭号 圣魔亲自部署也是一种政治黑话 但加一条指令就可以把这字在网络上就全都消失了 但一些黑话还是很困难的 比方说躺平这个词 其实是个很常见的词 就像韭菜这样才这样子 中宣部一定是恨死这个词 但就拿它没有办法是吧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于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